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 好像股票赚的会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当整个时代在演进的时候 很多的新的金融商品 当然特殊的鬼怪的那种我不讨论 而是很多所谓的ETF 大家还会以为说ETF是被动型 你顶多只能赚到指数的那个百分比 但是现在有两倍的 三倍的我们就先不要讨论 但是你两倍来讲的话 还可以放空两倍都有 对啊 如果说假设大家 不太知道该怎么放空 但是当所谓的市场的趋势 刚刚很多老师都会强调 你的趋势你只要抓得对 那当趋势对的时候来讲 譬如是说你说当趋势对 当趋势对来讲的话 那你当它就是既然是趋势对 知道吗 就是总会有涨多会拉回的时候 你涨多到拉回的时候来讲的话 它只要趋势没有问题 那拉回的时候就是你一个 怎么知道这个趋势对 应该说这个市场 它的趋势往上的时候来讲 像我是习惯用三年的均线去看 那三年均线看来讲 这代表是说 不是只有我认为它好 是很多人 尤其是像国际市场 它就一定是所谓的国际资金 再进去做操作来讲 当大家都认为它好的时候 那我就相信是说那我就相信是说这些人应该会把钱当钱看 不像我是把钱当命看 他们是拿钱一定当钱看 所以说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三年均线之上 对就是代表说它的整个三年均线还在往上走 那就代表是说它趋势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当它压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个满进的动作 这样子来讲的话会变得是说 因为你说用十年线也可以 用三十年线也可以 但是因为你用不同的参数 只是代表说你进出的频率高或低而已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像这样子来讲 其实大家也会光看这样子 这也是一年多才进场一次 那你一进场可能要报一年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般投资基金的人来讲的话 也不要以为是说好像投资基金好像 就是你要尝尝看 但就等于是你把你该做的功课做好 去是抓好 抓好之后来讲的话 就是到有一个比较合理抵挡的时候 你去做满进的动作 然后我也是比较习惯设定停利的一个概念就是 就像我当时我都会跟我幼母讲 就是说我会放生你女儿一样 那也是一种停利 就是它的就是一个停损 有太太都可以停利 你有什么不能停的呢 没有就是他们要停我的停我损 如果万一我那把没有做好的话 他们要赶快停损我 因为这如果继续在一起来讲的话 以后不知道会亏空我们家多少钱 所以说他们也要有停损的概念 这个婚姻风险蛮大的 所以说我会觉得是说不管是停利跟停损 尤其是以积极 就像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知道 要把事情做得比较好 就是你需要有耐心 但是不是这么容易要求现代的人这么有耐心 那所以说来讲我会觉得是当停利 虽然是以指数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任何一个市场的指数 只要上涨到了50% 就代表是说你可以休息一下 50%很多耶 很多对所以因为它不能太不能太 因为如果说你说10% 那代表其实你常常在进出 所以说你先设定一个50% 只要它趋势没有问题 我建议大家现在设定50%啊 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但相比就是你等它压回来 你压回来之后来讲的话 就是它压回来 只要这个线它的问题 所以你是单笔的咯 对 你不定期定额 不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定期定额 我觉得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很多说是很简单啊 我觉得每个月扣不用每天看嘛 不会但是我觉得定期定额来讲的话 就是其实刚刚韵芬也有提到就是 定期定额其实你应该要调整成为 不定期不定额 因为定期定额很多人都误以为投资基金 就是我觉得会把基金污名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接收到很多东西 都是因为定期定额 但问题是定期定额来讲 其实你的成本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你是完全单笔的 万一你看错了呢 所以说我也会设定 我也会设定 因为就是总会有一天 总会有一天就是 因为多空会循环 你总会有一天会出事情 那就代表是说 那你进场之后 如果是说 对我来讲 只要禁止只要跌了10% 就是这个线 就是照理来讲说 这个趋势是 多数人认同的一个方向来讲 他理论上不应该破 但是你破 而且破了10% 我就会先走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 最多赔10% 顶多就是这样子